大家好,我是蔡師傅 今天呢,我們要來介紹一些日韓的流行商品 那這些呢,是他們日常生活所用的 那這個算一個我智慧的開箱文 那因為我平常用了,我覺得還不錯 那有些沒感覺,我待會會提一下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 第一個我最推薦的就是這個,洗衣球 那現在它出了很多袋 然後我覺得它不錯用的地方就是 你不需要加任何洗衣粉,你只要把球一直丟在那裡 然後你去洗衣服,它就會幫你洗的沒有味道 我是覺得沒有味道就是最好的味道 因為任何人工香精我都不喜歡 那就算是植物出來的那種香精,我也不是很喜歡 我最好就是覺得沒有味道 你的鼻子才可以保持靈敏,然後比較不會過敏 那這個東西呢,它沒有辦法去污 就是說呢,像你醬油沾到那種的 那種就可能沒有辦法 那但是呢,你普通啊,你就用這個洗 我覺得很好用 然後它說它可以洗三千次 那你就大概,你就差不多算一下,你大概洗多久 然後你覺得它開始那個,你的衣服開始 那個去味道的能力已經變弱了 然後平常,反正你流汗什麼的啊 這個東西都可以幫你分解掉 然後我覺得,它的去污能力啊 就雖然不是很好 可是你平常也不會去沾什麼醬油 所以我蠻推薦這個的 好,那我們接下來繼續下一個 這是那個,喔!我才剛拆下來 有滴水 這是那個蓮蓬頭 然後你看喔,它 它裡面啊,有一顆,一些小顆粒 然後這些小顆粒啊 它就是,它的理論上啊 跟那個洗衣球好像是一樣的 就是,把你的水離子化 然後就可以把一些髒東西帶走 然後,所以說呢,你一樣去洗人體的時候 因為這個沒有化學物質 所以,你洗人體的時候好像比較不會過敏 我媽說啦,她說 她洗的皮膚有比較好 好,那我是不知道 因為反正我皮膚都很好 好啦,自誇自馬 老王賣瓜好 那我就不多說 那另外一個就是這個 它這個是 那個日本的那個除臭片 然後你如果跟日本旅行團啊 他們都會放這個東西 或是韓國旅行團 他們也會放這個東西 就是放一些車上,然後說可以去屋 然後我是覺得它應該也是離子化的東西 那可是呢 我覺得它沒有像水洗的效果那麼好 那所以說呢 其實這個東西啊 我會配一些茶包 就是說 其實你外面有賣一些很便宜的茶包對不對 可是,其實啊 茶很多都是劣質茶 那我是覺得 雖然它有香氣對不對 可是它喝起來我覺得對人體不是很好 那所以說呢 我就把那些茶包拿來當除臭機 好,那另外大家也可以看我頭髮也變多了 好,我以後再分享 看真的是不是完全 頭髮完全長回來了 我再來分享給大家 好,但是已經長滿多的 你看我原本是 完全已經光掉了 好,OK,那我們繼續下一個 那個接下來是 毅力氣 那個電視廣告啊 常常就會 有這個東西 那 這個東西呢 有些人說有笑 有些人說沒笑 但是 為什麼會沒笑呢 其實啊 最大的原因 我把它放回去 好,算 那 最大的原因呢 是你貼錯地方 因為一般人啊 他不會 不會自己 看出你的問題在哪裡 假設啊 他會覺得 我這邊後面痛有沒有 可是呢,一般人都不會看出自己的肩膀這樣往前傾 那他會說 喔,我這邊好痛 然後一直貼這邊 當然沒笑 因為問題不在這邊 問題其實在前面 因為 如果你的這邊的肌肉收縮 那你就會往這邊傾過來 所以你貼的點應該是要在前面 這樣子讓你的肌肉從前面放鬆 然後你的肩膀回到正確位置 後面的拉傷就好了 呃,這個思考不是很多人都有的 所以一力氣見仁見智 好 然後還有 某一些體質可能貼起來也不對 然後 這個東西呢 它其實本身有一些 其實我們想一個點啊 就是 如果 我們 應該不是如果 是真的 我們在上生物課的時候 我們用電流 去電我們那些肌肉 他們就會跳動 對不對 然後你們有電療過對不對 那其實啊 我們控制我們的肌肉 大部分都用我們腦子 發出來的那個 那個 電位差和 生物電流啊 講簡單一點 就是生物電流會 引導我們去動作 然後去感受 感受是回來的 好 那 我不管 那就是 如果 有電流 那就會有磁場 那 因為這個磁場啊 會干擾我們的磁場 那 這時候的干擾 它要產生正確的作用 它才會變得舒服 所以大概就是這個原理 那這個東西是確實有效的 那但是呢 你要會貼 然後我稍微講一下 像這個東西呢 這個有沒有 它是寫130的有沒有 然後 這是寫 190的 其實這個是 它來 單位強度 不是說 越重越好 因為其實你要看你的體型 下去貼 會比較好 好 然後 這個啊 這個就 就是介於中間 這個也還不錯 呃 有 有時候你 跟 跟一些 旅行團的時候啊 你可以去算一下 因為現在 網路都很公開透明 所以你可以 先去看一下價格 你先把價格記起來 有時候 導遊賣的 還比 去商店買便宜 嗯 好 那我們今天大概就分享到這邊 蛤 很久沒拍影片了 就 目前都在玩魔獸 那就是 很少 就拍影片 那 呃 待會 我 還會再拍另外一段 那 待會見 啊 對 謝謝大家